我们那个话题吧 我记得之前你在接受国外媒体访谈的时候 你曾经提到的概念叫Post Gender 就是所谓的后性别 关于后性别这件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更多吗 你认为如果性别不再是一个 我们用来标签他人或是分类的依据 它可能可以支援我们的意义会是什么 对 其实现在有很多跨国的公司 他们都发现说 就是之前透过人工智慧去做 好比像说人脸鞭视 那其中最大的争议之一就是性别 那当然现在有一个 就是因为时事的关系 也很大的争议是关于肤色的 我们今天暂时先不讨论那一部分 那但是性别一直是一个很大的争议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它好像是无形中框定 就是你打扮成什么样子 机器就把你辨认成了一个性别 那像我自己在参加一些像那个刷脸售票 我就不讲名字 我们今天没有要业配 等等的一些新创的时候 确实我就是好像正脸会是 它显示一种性别 我到侧脸它就显示另外一种性别 那所以一方面就是说这个就不太准 这是一件事 那二方面是它无形之中去加深说 好像你必须要去conform 就是说你必须是要么这样 要么那样 好像中间没有任何流动的可能性 那所以几个大的公司 他们就联合起来 去把我们在就是线上面会贴的那个emoji 就是表情符号言文字嘛 其实严格来讲那不是言文字啦 就是表情图示 它把预设的部分 因为以前预设都是男性的 你要特别加一个女性修饰服 它会变女性 但现在如果你有用最近比较新的版本的Android或iOS的话 那你预设的那个其实是看不出性别 它是性别流动 你要特别加一个男性修饰服或女性修饰服 它才会展现出性别气质来 那所以呢他们也去修改了他们的好比像说这些AI的套件 那预设它根本就已经没有性别的这个分类区块在里面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它无形中传递一个讯息 就是说性别是你要特别外加在自己身上 而且是有点像今天要穿什么服装一样 就是你想要展现出什么气质 那你再展现出来 但是每一个人的预设其实是就是那个人自己 而不是特定的性别的这个类别 是这样子是这样子对 所以当我们在聊post gender的时候 是不是有点接近所谓gender neutral 或是所谓比较性别中性 或者是说我们更去看到性别更是一个 在哪个人选择过程它有一个spectrum 就是所谓性别光谱的这样的一个移动的空间 可能也不只是一个光谱嘛 就是说它很可能是一道彩虹 彩虹就是二维的了 那就是说你可以同时非常阳光 但是也非常的柔软 那这两个并不是互相比较的气质 那又或者像是说其实像judice butler很早就有说 就是你的展演这件事情本身也是召唤别人的注视 让别人的这个注视能够因为你今天展演出来这个气质 而有这种不同的讨论的一个方法 那等于是一个像hashtag一个主题标签 我们认同这个主题标签 可是我们不会自己好像被那个主题标签所框定 对好比像说你也叫Audrey嘛 那并不表示我们是同一个人 但是这无论如何是一个话题 是是是理解理解 我觉得刚刚那个Audrey提到一个点 很有趣的是所谓的gender performance 那我们其实今天在谈的东西我觉得蛮event的 也就是说我们不去问这个人的生理性别是什么 而是我们保留每个人去做gender performance 以及性别展演的空间 但Audrey也认为我们距离我们现在在讨论的这样的事情 有多遥远 就是我们现在的reality 跟我们对于性别这种比较理想的状态 是每个人透过每日 甚至每个分秒我呈现出来的状态 我现在很阳刚或是我现在很柔乱 去定义我的性别这件事 我们距离它是有多遥远的 是我觉得Audrey的问题问得很好 那在这个线上其实是比较容易的 因为毕竟电脑并不会管你目前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姿态 你无论如何都可以用电脑 那现在也有非常多的方式 透过就是社群的网络 很多人就会开始去讨论说 性别其实这件事情它可能有很多种 好比像说有一个很流行的话 就是唐凤的性别就是唐凤 那其实这是网友很常讲的一句话 对那当然有人说唐凤的性别就是旋律 但是另外一回事了 对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在网路上面大家会把性别比较看作是一个填空题 而不是一个选择题 选择题你的选择再多 像Facebook之前不是有几十个选择吗 那你还是无法穷尽 和外人没有办法 对没有办法穷尽 对那但是如果你是 好比像说百家姓之外 你自己有另外一个family name 你有另外一个姓 那你自己就填上去就好了吗 我们不会在你办这个户政司务所表单的时候 让你在百家姓里面勾选一个 事实上都是你自己去填入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是一个填空的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们慢慢已经看到 尤其在线上 以前会叫次文化 但现在是变成主流文化 大家是很愿意接受这样性别是填空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至于在我们每天好比像说公务的生活里面 我们也看到好比像说台湾世界知名的入境扫一个QR Code 的那个就是自己填自己有没有发烧啊等等的 那在这上面也有其他的这样子一个选项 那其他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 你可以自己去填入 没错 我还蛮认同这个想法 然后这个想法让我联想到近期 也就是在这周发现一个 他上周发现一个蛮大的争议 是来自J.K. Rowling 我相信Audrey可能有看到那个新闻 我们简述一下 他的意思就是说 J.K. Rowling去提到 所谓我们现在在看他性别这件事情 会让他觉得有点confused 也就是说他作为一位女性 他觉得自己就是born like a woman 但是现在有许多人 他的性别认同 他的identity认为自己是女性 但他可能biologically 他在出生的时候 没有判定获得女性这样的身份 所以当时就引起了很多 J.K. Rowling是不是恐跨性别 这样子的争议 那我觉得其实跟我们刚刚这个讨论 是有结合的 也就是说 我们刚刚这个讨论 势必会来到一个原点 也就是说大家刚才出生 把挖去口里 有个医学上告诉你 已经有什么性别这件事情 我们该怎么样去跟这件事情 做一个理解的互动 我有个好朋友叫做Averos 之前也在我们办公室工作过一段时间 事实上也是你们的专业作家 对那他其实有出一本书 两本专门讨论这件事情 他就是把性别拆成 性别生别 因为性这个字就是性跟生的部分 那生的部分 特别像说我也很常分享说 我就是在完全没有用任何药物的情况下 我天生的搞不同的浓度就非常的低 那所以就变成说 我第一次青春期的时候 发育的程度包含脑子了 可能没有一般的男性发育的那么多 那这就让我在第二次青春期的时候 又往就是雌性那边又去发育了一部分 那也不需要去用那么多的这个抗熊基因素 因为本来就很低 那在这样子的就是措辞里面 我们就可以很明确的知道 我在讲生别的那个部分 那跟性别是不相干的 对那我觉得当然中文的好处就是说 我们只要讲性别生别就分开了 对那我们就不需要像英文一样 发明很多不同的词 懂懂懂懂 理解理解 好 那我想我想这边 所以如果说以Audrey来看这个争议的话 因为其实他背后有一件事情是 后来Jakin Rowling他又去延伸他说 他之所以会有这种对于 大家感觉到好像是在排跨性别的恐惧 其实来自于他过去有曾经受到男性的受到经验 那我们这时候就会发现在这个讨论里面会有两种 一种是跨性别者会认为今天你排去我作为一位女性的资格 无论我的性别是什么 而另外一方面有女性他会有另外一种恐惧是 可是我确实曾经受到像是这样子的 所谓因为身别的而来的性别迫害 我跟什么一样去表达我有这个恐惧 所以就在社群上有两派的立场 现在正在很激烈的吵架 对对对对 但我觉得很多是用词的问题 就好像当时我们在公投的时候 大家大排长龙嘛 造成一些选务上的负担 那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大家很多人是进了 那个公投的投票所才真的第一次看到那个公投的主文 对那之前可能都是一些小卡片之类的 那但是进去之后每个人那里的想象就不一样 因为其实在台湾这边我们婚 主要结婚指的是人跟人之间两个人中间的关系 那因指的主要是家族跟家族之间的关系 但这两个当它合成一个字叫做婚姻的时候 登记婚的朋友就2008以后的朋友 想的主要都是婚的部分嘛 那但是仪式婚的朋友想的主要都是因的部分嘛 那所以就变成同一个词 但在脑里有完全不同的见解 那当然台湾后来出现一个很棒的社会创新 叫做结婚不结因那就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那现在的这个支持率也相当的高 那但是结婚不结因这五个字讲出来以前 或者我们那个式字式行法 就是俗称超连结法案提出来之前 就连我们自己的公务同仁 也没有办法就是用一句话很明确的去区分 就是结婚的部分跟结因的部分 当时是我记得是美龄秘书长 后来美龄秘书带领了这个一个文官团队 去具体的盘点 所有的法语里面提到婚或婴的地方 然后最后才形成这个 我觉得耶翰符合性别主要化精神的这样一个见解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想社群上的讨论是有必要的 当时台湾也有非常多不同的讨论嘛 那但是最后讨论出来的这个结果 我觉得就是让大家在一个更高的一个观点上面 可以看到说我们虽然一开始有不同的立场 但我们都是有共同的价值啊 大家都是非常重视这个社会里面 就是大家要有尊重家庭跟家庭的关系 跟个人跟个人的关系 不要因为一遍而牺牲另外一遍 我觉得在Audrey解释之下 我觉得可以看到近期很多社群的争论 其实好像反而是让我们有机会在一个 过去我们很快就讨论完的话题里面 可以去探索更多一点 并且每个人可以鼓励提到自己在这件事情上 有同意与不同意的地方 所以其实对于整个公民社会的形成 或许是一件好事 对绝对是一件好事 因为我们在台湾谁也不能够去让别人不能发言 是 对那这个跟其他地方不一样 其他地方你若变成执政党 尤其我们周边的一些政治实体 那这样你可以让就是跟你想法不同的人 干脆不能讲话 那样子的话才会去让整个社会 没有办法去反映最新的形式 但是我们这边因为有就是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嘛 所以在这个前提里面我觉得任何公共讨论都是一件好事 嗯嗯嗯嗯 就是捍卫任何一个人表达自己立场 对所谓选媒一边站 对 没错没错 所以延续这个公民社会讨论的价值 我也很想问其实在当代有很多推崇的价值 对 我想知道Audrey特别看中的是哪些 对 对 刚刚说先列举一些有查到的 其实 开放自由 对对对 等等 对对对对 理解对 其实我想永续还是最主要的价值 那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说 我们现在比较理解到 全球可以一起来解决全球性的问题 这个之前当然在 好比像说就是争议讯息的治理上 或者是在气候变迁等等 这些当然也都是全球性的议题 但毕竟它影响到的人群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在一个比较小的岛上 气候变迁 你的下一代就会感受到 你在一个很大的岛上 要下两代才感受得到 那同样道理 如果你在一个言论管制很紧的地方 那就算稍微有一些不实讯息 你也不觉得怎样 那但是如果像在台湾是一个 非常多元的民主社会 那有系统的不实讯息 马上就会成为我们在日常 就是讨论之后压缩言论空间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因为地球上的 每一群人对于这种跨国议题的感受不同 所以它的优先顺序也不同 但是因为我觉得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第一次有一个全球 看到一模一样的事情 每个人对 每个人不是就是两个月前才 这个就是考虑过要不要封城 就是两个月之后 在想说疫苗到底有没有研发出来 所以等于每一个人都在同一个时间尺度上面 来处理这样子全球规模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这是我觉得第一次我们感觉到说 这真的是地球村 不是一个想象的讲法 实际上就是这样地球上任何地方 没有人施打疫苗 假如我们后来研发出来了的话 那它就会变成等于全人类系统的一个破口 因为说不定SARS 3.0就从那边突变出来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就是 整个人类文明 那包含整个地球生态系的这个永续 就是我们这一代的发展 不能够去造成后代的这个牺牲 我觉得这个就因为这件事情的关系 又重新回到这个大家的视野里 所以当Ori在谈永续的时候 你特别关心的其实是 不是在我们这一代发生的事吗 而是比方说我们能够留下一些什么 就是更好的环境 更好的社会 更健康的社会 给就是后代 那可能到之后期待了 那而且这也不是只有各国 就是好像闭门遭居 那必须要是开门遭居 就是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 他没有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的话 那他很可能就变成破口 然后变成也威胁到我们的后代 对 对 不好意思 我打拆一下 可是Ori等一下就是 然后我在回答问题 然后不能回应他 你只能点头或者是 OK 就默具的意思 因为他的声音会一直进 我们都应该要学台湾手语 那Ori知道我就是用眼神表达 我很想跟你沟通的这个意图 OK 我就做这个表情 那我等一下又真的忍不住太惊动 因为我很喜欢跟Ori聊天 那再适时的提醒我就好 好吧我们就建立这个默契 好 我们刚刚聊的其实是在当代社会里面极有价值 那我也很想知道Ori在当代我们有些性别讨论里面 你自己特别关心的是什么 比方说有人特别在乎性别暴敌问题 有人很在乎性别教育怎么样在狂乱落地神梗 有人在乎多元功能的体现 或是就如我们刚刚谈到Post-Gender 我想问有没有什么话题是特别沟通的兴趣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对我觉得其实永续发展目标里面 有特别一块出来讲的就是平等的权利平等的机会 那这部分为什么特别重要 就是因为在很多别的国家 这并不是常态 那即使台湾我们的SEDO 理论上是已经国内法化 但是SEDO的每一个建议 好比像说在所有专业委员会里面 任何性别的比例不能够低于大概三分之一左右 其实他那个建议讲的是有点空间 好像30%到35之类 但因为比较好记 我们就记下三分之一 那即使是这个我们也没有完全做到 虽然说据说今天我们会多一位女性的内阁隔员 明天会多一位女性的内阁隔员 但是这个显然行政员做的就比其他四元要来的稍微差一点 对那当然我们是透过姓平会 透过像我们接下来的开放政府 就是行动方案的小组 反正我们官方这边多失衡 我们另外一边那一半就多反面失衡 那加起来就还是一比一的比例 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去达成SEDO所期许我们的事情 但是你就可以看到说即使在台湾 我们都是最近才做到 那当然像立法院这次是第一次超过40%的女性比例 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们在讲到post gender 或者讲到gender queer等等这些 这些都很重要 以前我们最基本的基本功 就是SEDO的那些核心承诺 可能有些是八几年九几年就已经做到的核心承诺 我们还是要做到 而且还是要帮助其他 尤其是东亚地区很多还没有办法做到 他们对我们这个三四十%我们觉得还不够 他们觉得无法想象 因为还在10%还在5%的那个状况 这样 我觉得刚刚Audrey提到一个点 就是其实是说我们怎么样共赏 我们在国家里面推动的一些经验 去给可能其他国家的人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符合我们刚刚在讲 SEDO对我们的概念 Taiwan can help 对对对对 就是我们整个性别影响评估的这个做法 已经12年了 性评会的组成 那重要性别统计等等 那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所谓 Made in Taiwan 以前讲的都是产品 但我们现在主要讲的是Process 就是这些制程 这些做法 就好像我们口罩一贯厂 也不是真的 就是一天到晚运口罩出去 那个是试吃包而已了 那现在都是运蓝图出去 让他们在当地可以去建造 那所以同样的性别影响评估也是一样的事情 我很喜欢刚刚提到这个Made in Taiwan的改变转化 从实际的Object 再到Concept 再到我们是如何去过实验 对对对对 那Audrey认为我们在这几年 这十几年推动性别的倡议 或性别进程也好 那你认为其实做的特别好 值得跟其他国家 跟其他地方分享 当然有啊 当然有啊 其实整个性别影响评估的过程 跟重要性别统计 这个是很少人知道 但是是非常重大的一个成就 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它会形成我们在做每一项政策 不管是中长城计划 或者是新的法案的时候 都有外部的性贫的委员 来告诉所有的部门 就算他乍看之下 好像跟性别没关系 什么金管会啊之类的这些同仁 他都会开始想说 哦不对 那是不是我还是没有问过 就各种不同的 就是性别影响评估的厉害关系人 或者以金管怀疑可能比较叫权益关系人 那这些权益关系人是不是说 因为他是好比像说特定性别的移工的身份呢 或什么其他身份 他就没有办法去接取到这个法案 本来想要接取到的这种利益良好的这种政策 那所以所有这些法案经过12年 等于性别主流化这种想法 根深蒂固的放在我们的每一个文官的脑里 因为他不管做什么政策 就是会有性贫委员陪着他一起 去把性别影响评估做完 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 就是结婚不结因的这个政策 可以这么快在文官系统里面形成共识 就是因为不管他碰到的就是整个六法全书里面的主管机关 是哪一个部会 那个部会至少对于性别主流化是不抗拒 而且是已经有资深的经验在处理的 理解 我觉得刚刚听起来是 其实确实是很针分人心的一个process 然后我相信可能很多大众也会希望知道 或者理解更多 对啊 有空多逛那个重要性别统计资料库 你就会发现说每一个政策 他所有的KPI 他会量到就是好比说什么国小的校长教务主任等等的等级的这个性别比率等等 而且那个政策过了之后 他还是会继续量 他不会停 所以就变成每一个政策都可以去实际的计算说 他造成了怎么样子的 我们叫做改变理论嘛 就是说他想要造成什么 透过了什么样子的介入 真的造成了什么 这是可以寻证治理 就是有很明确的证据来支持这个政策到底是性别主流化 还是其实他在某一方面性别主流化 但是又牺牲了某一个别的部分的性别主流化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特别重要 因为他让大家有一个中懒的这个能力 理解 我们刚刚谈到很多其实是跟所谓的日常的行动 或者是跟所谓的Ratio就是比例人类有关 那其实有的人就会argu 我曾经非常常听到这样的argu 就是说既然我们在谈性别这件事情 那我们就不应该就是去规范说好女性人数一定要过50% 就是一定要过50%有点过分 这种保障你们的或是这种 对对对 过30过33了 对对对对他就会有人argu 或是我们今天说来到一个公司里面的主管决策阶层好了 里面我们就会去划算说里面的读性人数太少 这件事情那就会有人在质疑说是不是性别的进步 应该用这样子的比例来做衡量用数字来做衡量 就有机可能像是经典可能蔡政府上任 大家又同时再去检视一下其中的性别比例 对 那你怎么样看待这样子的讨论或是证明 这里其实有两段了 我们也有去看就是民间社会的检视 也有一份研究是说就是政府里面 大概到检任就是高阶的官员 之前他的女性的比例是很OK的非常OK 而且女性主管也没有特别少 那但是一旦到检任官之后 那基本上女性主管的人数就呈现断来时的下滑 而且值等越高就越少 那所以因为我们这一次就是内阁的组成 跟之前内阁组成一样 他大概很多还是从就是具有常任文官的经验的朋友 就是上来的 那所以像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们就会发现说如果你在管理阶层 他没有管理职的经验 那你一下子让他当内阁首长 好像也不是很work 那就会变成是说你到检任官有管理职经验的 你可以选的那个pool里面 其实大概就是以男性为居多 那当然这里面有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说 为什么你担任主管职的之前 就是这些还在比较平衡的时候 那大家会对特定的性别 比如说女性有持家者的这个想象 以及后面就是当你担任主管职 因此你要花非常多时间之后 那为什么这个就是公务系统 对于持家者的支持比较薄弱 对那这两个你解决其中的任何一个 其实后面这个结构性问题它就迎刃而解 那但是后面那个真的不太好解 像我们当时有一个叫玛丽苏 也是一个笔名的一个文官 他在我们的Join 就是公共争扫罗的参与平台 上面有一个提案 提案说他希望就是半天半天的请假 能够改成一小时一小时的请 因为他的持家者工作 需要他去这样子一小时一小时的去做 那但是他没有办法 所以就必须每次请半天 他的特效很快就用完了 那用完之后那他就必须要 就是好像在人事的考评啊等等 等于让他未来比较不可能升到主管职 不然他就要在家庭这里面去做选择嘛 那像这种在民间企业 其实用小时请假是很多就是这样子的事情 为什么不能干 原来我们有一个考试院 他其实是跟行政院是不一样的一个院 是无权分立嘛 所以我们这边所有的人事单位都同意 权序部也同意 那他们写了一个说 那我们为了要让持家者更友善等等 然后结果就被考试院院会驳回 说你不能只因为这个好像民意调查一样的这种事情 就说你必须要有一个很完整的这个论述啊 公务人员要尽忠职守啊 什么之类之类的 那后来他们这个发挥了几次 之后他们终于就是把那个堂堂战争的论述做出来了 可是已经花了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 所以就可以看到说 对持家者不友善的公务的这个体系里面的人资的措施 可能10下里面最容易改的一项都花这么久 那那你就可以想象后面几项的状况 那当然现在就是说 一方面当然考委好像现在比例比较平衡 那然后二方面是说考委的任期也跟总和任期一致了 那所以接下来在这一方面就对于持家者友善方面 希望接下来四年可以做到比较多的调整能改善 但是前面的部分 他就需要post gender的想法了 就是不管你的性别如何 好像都不应该因为你的性别是什么 或今天性别展演如何 好像就持家的工作就跟你比较有关或比较无关嘛 持家本来就是应该是大家分享的一件事情 那这个在公务体系里面呢 我想我们科员层级可能有这个认识 就是很年轻一辈 就是20出头了 可能有这个认识 但确实可能50岁以上的朋友 他脑里面就是对于持家者的这个刻板印象 可能还没有那么容易去转换过来 那是我们两个结构性问题 目前都在解决 前面可以就随着时间过去会自然解决 那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透过像post gender的这种倡议 那但是后面这个部分真的需要我们考试员帮忙 理解理解 Otry有曾经在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 即便是一个我们认为最容易解决的一个支点 他其实可能在来回讨论的沟通过程中 实际上他其实也take some beer 你有曾经在这个过程中感觉到比方说觉得有点挫折 或是觉得说还有点辛苦或是怎样 因为我相信手上在负责推动的案子 一定想要去推动的伐策是非常非常多的 不过因为那不是我的案子 那是玛丽苏的案子 对所以我想提案人是觉得很挫折 那确实如此 那不过最后就是真的通过的时候 他也很高兴 然后就跑来我的这个Facebook留言说 当初是我提的等等 那我们的目的其实也是这样 就他在提的时候 因为这有点像是帮忙和划铃铛 我们是容许匿名的 容许取一个笔名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不想要他去承受那个 就是他旁边的异样的眼光 为什么你要为了自己这个持家的方便 要改变全国人民 不是人民 全国的公务员的请家规则 那但是当就是这个到最后 大家发现真的是有国共利益的时候 那他就可以出来这个接受 英雄时的欢呼 那所以这件事情 我是这个中间管道跟机制的设计者 但是我不会觉得说平台上面上百个 或上千个了现在的倡议 每一个我都是那个倡议者 不是这样 我是设计这个机制而已 再见 好 之前知道Audrey有编写过个杂志 叫个构思 然后已经你现在的 指出一期的能叫杂志吗 杂志的试刊本 原来如此 对对对对 然后以及现在你的对外的名字 其实叫唐凤 其实所谓的构思 它是女字编理 凤的那个凤的意象 我觉得都是有很强烈的 阴性气质在里面 对 但是凤这个字同时 也有很强烈的雄性气质 哦怎么说呢 因为凤凰 就是在凤凰里面 黄是阴性而凤是雄性 对但在龙凤里面 凤又变成阴性 所以当时是刻意选定了这个字 它是本来就是一个很流动的字 懂懂懂 当时是就是我蛮好奇当时想做那个杂志叫做构思 有没有什么样的起心动念 以及当时你最想透过这杂志解决的问题有什么 没有其实当时是因为我的网路上面的昵称 当时叫做天风 那天风是就是就是相当八卦 事实上是两个八卦 就是就是我福西跟我王那个八卦 对所以是两个卦嘛 那合起来就是构卦 所以就是八八六十四卦嘛 那里面的构 所以构其实是就是从一经里面来的 那它的意思其实就是 所以失明后四方就是说 你有一个新的想法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子快速精确的把你的想法传递出去 那现在当然叫增幅啊 增幅是他比较容易听懂的一个讲法啊 那但是当时的想法其实就是说 有些创始人想法怎么样比较快速的扩散这样 所以其实从非常非常早开始就能做这样的工作 增幅新的工作 是就是也是我们现在叫社会创新嘛 那但是当时当然连这个字都没有 那但是确实就是比较希望能够做到就是 当一个新的想法出来的时候 能够不是我自己去完成它 而是所有人能够一起来完成它 作为众人组织嘛 对 对我曾经在就是Audrey的方谈里面 你有提到 其实你觉得自己从小到大在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 是不是就是刚刚我们谈到的这个改变 就是去做思想的传递 然后邀请众人加入 能够让这个力量可以扩展 对啊对啊就是增幅嘛 简而言之就是两个字 简而言之就是两个字 就是两个字 ok ok好 然后刚刚其实我们有提到六月是所谓国外在倡议的prime month 然后它起源是来自196.9628的那个时间 那我们现在其实很希望重新邀请社会大众去看prime的这个件事 就是prime这个词 可能Audrey你会想要怎么解释它 嗯嗯嗯嗯嗯 对我想prime这个词它的意义啦 对我来讲啦 就是说对我自己的生命经验里面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我把它看成是像拼拼图一样 就是对社会有所贡献 因为社会里面的其他人都没有办法从我自己的这样子一个生命经验里面 去看到这个社会的那一面嘛 所以我只要愿意分享出来 那我就是帮助这个社会看到它自己 然后帮助它变完整 那大概是这个想法 嗯嗯嗯 透过分享彼此之间的不一样去帮助整个社会变得更功能更多元于完整 对是这样子 ok ok 那你可能会怎么样想要诠释所谓我们现在说like proud to be me 嗯嗯 就是做自己这个概念对于你的原因是什么样的意思 是啊 所以同样的道理就是说proud to be me 就是说我自己看到说我要自我完成或者自我实现的一个前提 是我要先把我自己的生命经验里面跟社会的期待可能有落差的这个部分 既不是社会的问题也不是我的问题而是说这个落差我们跟它相处 然后透过就是分享透过hashtag proud to be me 透过分享让大家可以看到说原来有这么多不同的角度组成这个社会 那自然就不会出现说单一的价值单一的文化为了求去所谓的进步而去牺牲掉其他的价值或其他的文化的这件事情 所以呃从文化上面来讲这叫transculturalism化文化嘛 那如果是从社会学角度来讲这叫intersectionality就是多元交织性 对 我觉得这个观点很有意思 因为现在我们常会觉得说会有会有一个社群上面的感受叫做这个社会不允许我做自己 对 所以那这样的说法其实是我把我跟社会之间的gap把这个责任或这个过错怪到社会身上 我觉得我是没有错 但我觉得我刚刚在Audrey的分享里面听到一句很关键的话是说 我知道社会对于我的期待跟我自己是什么样子中间有gap 那这不是社会的问题也不是我的问题 我透过去沟通跟去书写或是提出这件事情反而是让社会的接受度可以更改 所以缺口就是光在入口嘛 但是这个也只有你能想 因为别人不知道这个差距在哪里 那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当一个人去提到自己跟社会不同 那个gap所在的时候他所承受的社会眼光的压力 人跟社会期待不同 人跟社会本来就不同 是是是 中间的这个他所必须要承受的一点压力或是所谓的社会的眼光 是是是 我想这里面有两个部分我先要分开来谈 对一个是说你要觉得说要跟其他人相同的那个部分 这叫conformance 就是说社会大家都这样 所以你也得这样 这是一部分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说社会并不是大家都这样 但是呢 你无论如何必须要是多种样子之一 那这也是另外一个部分 那就是 简单来讲是非题跟选择题 是有两种不同的题型的嘛 就是说是非题如果标准答案就都是你要打是 而不是非 那你打非的那些人就会被叫做就是outcast嘛 就是社会就会说你这些人是社会之外的一部分 甚至排除到共同体之外 那这个其实是就是特别不舒服的一个状况 那另外一个就是像我们刚才讲的 你一定要两个性别选一个 并不是说哪一个性别才是对的性别 但是你无论如何得选一个 那这是后面的那样子一种状态 那也是不舒服 但是可能没有前面那么立即的不舒服的感觉 对那我觉得这两个分开看待有一个好处 就是我们不会混淆这两件事情 前面的这个事情就是说大家都得怎么怎么样 这个是比较容易去松动的 因为你只要看到一个人他不是那样 而且他也对社会有贡献 而且社会也发现说就是因为他的这个不一样 所以才对社会有贡献 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就不攻自破 那这个我们在很多就是我们叫做通用设计 Universal Design上面有过很多经验嘛 那其实有很多社会创新的组织 好比像说像黑暗对话 是在全黑的房间里面 让就是市长的朋友们担任引导师 去带大家去做团体活动 那我们在全黑的环境里面其实都会很不安 但是他们非常的坚定非常的笃定 而且这样子你从那个状态出来之后 你对市长者就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感受 那所以不会再觉得是说绝大部分人是看得见 好像极少部分人看不见 而是说这些看不见的朋友 他有他独特的优势 在这个独特的优势里面 他让社会变成更多元的一部分 那又或者像说像我的办公室 就是社会创新实验中心 那就是这种 里面有非常多的公共艺术 都是由喜汉儿朋友所绘画成 那这个从我的角度来讲 因为我看世界看到都是文字啊数字啊抽象概念啊 你要我透过这种拓谱集合的方法 有点像是范骨的那种画法 我都画不出来 所以同样的我也不会觉得说他染色题跟我不同 好像是我们大部分人应该要在他是弱实是缺陷等等 我就会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有艺术天分的一些朋友等等 所以第一个部分大概都可以透过这样子翻转的方式来处理 那第二个部分也就是选择题的部分 他确实是比较牢固的 而且比较难透过一两个这样子的社会设计就去撼动他 那但是我这边的具体建议就是说 那这样的话你可以先聚集在让那个选择题的选项变多上面 那所以我常常举的例子就是说 假设你现在去非洲你入境的时候 人家就要你填你是黑人还是白人 那请问你做何感想 所以就说你先把这个选项变多 多到三种四种五种 大概到七种 因为人脑放超过七种就会开始感觉到压力了 那所以当你是LGBTIQA 为什么后面是plus 就是因为大家已经开始背不起来了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当你超过七种的时候 大家才会开始真的怂动 开始觉得说原来这说不定应该是一个填空题 因为这个选择有点太多我也背不起来了 所以它的进程其实很大 从是非到选择背到填空的过程 是这样 你记得理解 之前Audrey曾经讲过一句话 我有很深的共鸣 那句话是说每个人都渴望与众不同 甚至与众不同 其实才是人生的常态 那其实我们或多或少 也有可能感觉过跟他人不同而衍生而来的离群感 或者是有一种孤独感 我想问这件事情是你曾经会有过的情绪吗 离群这件事 应该是还好 因为有忘记网路的关系了 就算你感兴趣的事情是万分之一的人才感兴趣的事情 那这样的话你的邻居跟你有相同兴趣 大概就不太可能了 但是这个放在全台湾也是2300人 所以这2300人大概已经组成一个社群了 只是在等着你去发现他而已 所以因为忘记网路的关系 大家因为兴趣 或甚至因为一个hashtag proud to be me 而结合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其实都不太可能有离群感 因为大概很难想象说 你所关心的事情是小众到百亿分之一的那种状况 那大概就是万分之一几万分之一就已经很难得了 那这样的话在世界上还是有几千几万个人等着你 无论如何一定能找到 已经有社群的 一定有社群的 甚至是现在我们这时代 其实面对的更是所谓的小众 所谓的分众 是更大过于大众这件事情的提倡的时候 这件事情 因为我也是透过网记网路的兴起 跟社群它也产生结果 当然是如此 对就像我们以前会觉得说 拿这个ACG 就是动漫去二创同仁制 以前在我小时候那个叫次文化 subculture 对那但现在就是各个部会的小编整天都在做这件事的时候 它显然已经是主流文化了 好像没有什么sub可言 那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最主要的就是告诉我们说 其实每一个人他觉得自己是小众的这段时间 也未必会持续太久 因为可能他小众就是未来已经透过你而来临 只是还没有均匀分散 那这个均匀分散的速度说不定比你想象的快 很期待那一年到来 Audrey是大概13岁的时候开始在家自学 然后当时你曾经有提过说 其实所谓的知识它不应该是所谓的学科之别 就像是我们要去学体育学美育等等 应该是我要理解什么 那你认为在这样子的前提之下 现在当代的教育体系有什么会需要领和改变的地方 是我大概是1415岁自学 但是不过自学不是在家 我是去创业去学校旁听去大学等等 那我觉得这里面自发的这件事情 其实已经我们把它放到新的课纲里面 从去年开始 其实本来每一个学生我们的理想 就是除了说终身学习 是信仰才之外 他在国民教育里面的时间 也必须要到最后达到所谓一生一课表 就是每一个学生有自己不同的课表 那这个传统上是在高等教育 才有的这个理念 但是我们就把它放到我们的国民教育里面来 主要的目的也是因为 想要去让每一个学校的课程发展委员会 可以在他的那个地方应地置疑的 去想一些我们在总纲的研究委员会想不到的事情 好比像说有人觉得应该要教哲学 有人觉得应该要教电竞 有人去结合他的地方创成跟社群营造 那这些当然都不是我们这个观在国教委员 就想得出来的一些教材教法 那以前这个是所谓被排除在是非题之外 就是所谓社团活动等等 才能够做的事情 那所谓的课外教学嘛 那现在我们就是去授权学校把它变成课内的一部分 所以我会觉得说已经不像我当年 实验教育跟体制教育是好像截然二分 现在体制教育里面的教育实验就可以去接轨这个外面的实验教育 也包含社区大学 这件事情是刚刚Audrey提到去年就已经开始了 对就是我们的新课高 对 那目前在就是各个地方推行的状态 结果大概是怎样 其实是蛮蛮棒的 像很多高一的学生 因为他们是第一届 我们是从小一然后国一跟高一去推动 然后之后每年逐年往上一个年级 所以很多高一的学生也很兴奋 因为他们作为学生代表 他们可以参与课考会 那这就好像我们的总纲的课审会也有学生的代表 那这个是当时当然是一个非常激烈的抗争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就是反黑象课纲抗争争取来的 他们就是实体的占领了教育部 然后去换来说未来在教育部里面 就是留下他们的席位的这样子一个权利 那他们不是只有在中央这一集 在每一个学校 现在他们都很积极的在参与课考会的工作 那也非常的有创意 我最近才去武林高中 他们去争取就是外食这件事情 他们把它变成一个好像一起学习的一个行动 而且还就是参考了这个刘乐言老师的一支MV 也拍了很有趣的YouTube的影片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传统上是倡议或抗议的这个活动 现在因为有这样子学生代表 而少代表参与了这个主流化 而少参与主流化 所以他们就变成充满了创意的共创行动 而不是只是好像是你一定得去找立委师 等等这样 我觉得这个过程挺美好 因为它有点改变我们过去所谓的教导 跟被教导 那种就是比较科层式 或是比较相对下的一种教育方式 而是其实来到 拉到一个比较水平平面共创的方法 是啊 确实如此 然后学生对于这件事情 应该其实也都有很大的参与 对啊 那这件事情我可以再多去比较一下 接下来我想要问的是 嗯 就是能不能请Ofre谈谈 可能家人对你的影响 那过去的报道里面 我看过你有提到 所谓 父亲主要是给你带来思想的影响 也就是不要被任何事物灌输这样子的概念 对这个概念我被他灌输的很深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任何的任何其他的思想都不足以就是定义你现在想法的事情 其实这就是批判思考的 简单讲就是批判思考 但批判思考 其实因为这个字批判毕竟在中文很容易跟就是批评混在一起 对但批判思考的意思其实不是去推翻它 而是去问说你这个想法很可能有道理 但在什么前提底下才有道理 或者是说他在什么状况之下才有道理等等 他其实是一个很支持性的质问去吸引对方的注意力之后 让他也把这个想法想得更清楚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critical的 就是很重要的很关键的 是说帮助大家一起找到关键之处 而不是只是好像是说这个否定对方就叫批判思考不是如此 对 你有提过母亲对于你的影响主要是在文字的掌握上面 以及在公司领域的今天 是是是是 因为大家可能知道说就是从很小的时候 不管是在国语预报或者是儿童预报上面 其实我母亲都会把我这个生长学习的经验整理成专栏 那后来也有著书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发现说 确实它可以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个互动把它稍微同样化 也就是说不是只是好像关于我们两个的事情或我们跟学校老师的事情或之类 那他其实从这里面去提取一件事情 就是说也许教育制度 这个结构形成了好像老师不得不好比像说提法 或者是不得不运用一些高压的方式 像你刚讲就是剥夺参与权的方式 就是为什么呢可能一般的人处太多了 他没有办法照顾到每个学生等等 所以我会觉得说感觉上好像是我们的个人经验就是个案 但是你只要能够找得出把它通案化的一个角度 那忽然之间它就变成是你可以促进大家做公务政策讨论的一个素材 那我觉得这个总小是对我就是有很大的启发 我们其实在去年也开了一个新的分众的渠道 其实叫做回家吧 因为我们其实发现现代人对于家的想象 或是家人之间应该互动的关系 其实也有所变化 所以我想问就是Audrey你对于一个家的组成应该是什么样子 家人之间应该作为什么样的互动关系 知识与陪伴 是不是也可以打破过去那种所谓的教养 或是所谓的我要养我的小孩长大的 那比较传统型的互动方法 不过我觉得这个就是有多少种文化就有多少种想象 对台湾现在20多种国家语言 那每一个固有的族群像家屋等等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想象 所以我大概不会觉得说应该要有一个一致的想象 不然又回到当年的那种就是以什么东西会是非题 我觉得那是一个填空的 而且我觉得在台湾的好处就是 就是岛内移民是非常容易 所以如果你受到特定的家的想象的制约 你稍微移动个这个几十公里 你就可以到一个不同的族群 而那个族群对家有完全不同的想象 所以我也会建议说 就像我当年就是在辍学之前 我有去太亚族就是在就是乌来那边的部落里面 有待过一阵子 然后也去学习到就是他们的想象 那所以我会觉得这个 我现在也不是在帮太亚族做业配 不然其他族不知道做何感想 但是就是说其实都不远 都离大家不远 所以如果对特定的就是汉文化的想象 你觉得受制约的话 其实在不远的地方 其实就有完全不同的想象 你也可以去多参考一下 其实那其实是给大家一种鼓励 就是说离开原本的原生家庭 去探索新的家庭主持 让这整件事情更有可能是一个填空的状态 是的 透过体验就是可能有拿几种家的形式 然后我可以去找出属于我 我自己想要去创建的那种家庭 对啊对啊对啊 而且我刚提的这些族群里面 也有母系社会啊 那也有特别不去分性别的社会啊 也有多元性别的社会啊 等等这些都是 就是我觉得原住民族 以及新住民的文化 给我们的很多冲击跟新的可能性 今年应该是Audrey 当然是出会证文第五年 没有没有才三年半 三年半OKOK好 那你认为自己在这个过程中 有没有对社会带来什么 比较特别印象深刻想要分享的正常影响 对我觉得有一个很有意思 我也觉得很高兴的 就是某一套软体系统 它经过很多看不顺眼的设计师的帮忙 那最一开始是叫卓智元啊 就是他有一个提案叫暴血软体难用到爆炸 充满了负能量 底下一片留言说财政部长应该下台啊 官帽怎么样无能啊什么之类的 那但是因为当时我们已经建立新的一个制度 叫开放政府联络人 就是面对这些五千位正在集结即将上街的这个网友啊 那勇于出来这个踹共 那所以当时我们的财政部的 开放政府联络人杨金兰专委 他就说好所有骂我们财政部长的朋友 下个礼拜在我们财资中心集合 我们来做明年的报税系统 所以这个邀请一旦出来之后 八成就转向 就提出非常具体的建议 那这就是一个开放式创新开放政府 那最后他们真的做出了 让Mac跟Linux的使用者 九成多的满意度的新的报税的体验 那在去年已经变成所有人都可以使用 那这个其实在我们的数位服务的历史上 其实你从来没有看过九成多的满意度 对那就是因为大家有参与啊 就是因为大家有进厨房炒菜 他不是在外面吵架 他在厨房炒菜 自己炒出来的总是觉得比较好吃 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套系统 那后来又在也是另外一位朋友 叫吴展伟的刺激之下 就是他做了口罩地图嘛 那所以后来这套系统 后来就变成我们口罩实名制 所谓的2.0 3.0的系统 就是从当时就是卓志远的这个报酬软体 稍微做修改就达成的 那这套系统呢 又在其他的设计师的刺激之下 现在就变成我们三倍圈的这个 发送的一个系统 那今天早上有一个叫做各路军宝博士 他才看我们三倍圈的网站不顺眼 那因为我们一路都是开放式创新 他就自己改了字 改了文法 我刚刚按接受 我们的新的网站 就有了他的贡献 那所以这一整套就是 用四个字来讲的话 就是你行你来 那就是民间的朋友觉得自己比较行 那不要只是忙 进厨房一起炒菜 那这几位设计师的贡献 我觉得都是很重要 对我觉得这过程真的是非常美丽的过程 就让大家觉得说 我不是只能站在一个批评的角度 而是说我能够提出有建设性的行动 让这整件事情可以更好 而且他还有持续的深奴力 就从光彩移入到恐怕地图 再到现在的产品圈 它是可以复制使用的一个框架 跟行动的方法 没错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刚刚说美丁台湾 就是这种共创叫co-creation process 或者是数位的社会创新 现在变成我们主要输出的东西之一 就跟以前农业改良是一样的 现在我们还是在输出农业改良 是一样的 开始输出更多的东西 就是数位治理的创新 我有听说就是办公室里面有你自己的明强VR 是的 就是通常是在什么时间点 就是两刀中间 这大概是什么时候养成的习惯 其实一直都有这个习惯 就是我大概你说打坐的话 可能我有记忆就有这个习惯 可能五六岁之类的 五六岁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用比较接近 可能meditation这样子的名字的话 就是观想嘛 当然当时没有VR 其实当时有VR 只是还没有均匀传播 至少我家里没有 对那当时的VR大概只能十秒钟左右 就会开始晕 因为当时眼球坠机系统 刷新率都还没有那么好 但是也有少数的 就是在80年代 科幻小说作家 就是他体验了那么几秒钟的VR 那他就写出很棒的科幻小说来 那这些反正都有历史记录 我就不在这边背书了 但当时没有VR 但是是确实有冥想观想等等 那这些技巧其实跟VR是比较类似的 那VR只是等于说你不需要事先受冥想或观想的训练 它还是可以很快的让这个就是一个状态到你的脑里 这样 你自己在看 你觉得未来会不会是越来越看中每个人自我或是情绪的实感 当然不是只是自我了也是包含互为主体了这些部分 我想自发当然是非常重要 但是我们当时做新课纲的时候自发互动共好 它是三面九项是好像一个整体 你没有办法把它切分开来 就是说一个人他多主动 也是依赖于他多能够跨领域跨文化跨世代的跟其他人相处嘛 那一个人相处越多他越可能找到共同价值 好比像说永迅这些共同彼此体了 那你越就是感觉上是一个对大家语言为善的人 那其实你的自由度会变高 因为大家就会觉得你想做做什么 反正都是对公益有好处你就随便吧 所以这些是一个互相加强的循环自发互动很好 我觉得是缺一不可 我们等一下有可能可以拍到你的使用VR遗产空间这个空间 我是不一定要带VR我就可以进去打坐就是了 就我们等一下可能在访谈这过程结束的时候 可以啊可以啊 没有问题啊 太好了 你有提过自己对于这件事情是没有留恋的 所以刚刚我在这里看到的书可能不是来自出版社送的书 对就跟这些花石一样的状态 其实不是Audrey自己正常的书籍放在这里 但是我们还是敬重她嘛 就是跟这些花的就是送的人一样所以就把它摆出来 理解理解 然后我自己因为我刚刚就在偷看书柜上的书籍 其实我自己特别好奇Audrey有没有 你觉得对于你而言可能影响深远的书 那我们答案到这书的时候我们不方便可以扩大 它不见得是一本实际拿在手上的书等等 有没有像是这样的文本 有啊教育部重变过一次的 好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2013年初 2013年初 对因为我把它整个拆下来嘛 做成蒙点嘛 那后来当然又加上了就是台语的部分 课语的部分 阿美语的部分 英语德语 法语的部分 那后来甚至变成一整个生态系 包含像埃代语啊什么之类的 所以蒙点的这个生态系很特别的就是说 其实里面很多参与的人 他本来是在公部门 甚至像埃代语的那个作者 他本来就是教育部负责教育部的台语词典的承办 那但是因为受到居领利的这个精神的感召 后来他就到外面 然后去做出埃代语 所以其实当时我就发现说 公务员内部创新 这个能量是非常强的 只是说有没有一个长官 愿意说就是你可以用办匿名的方法做创新 如果成功了还是你的credit 如果不成功了你也不会被降职啊等等 就跟刚刚那个玛丽苏的状况是一样的 那当时也给我很大的期望 就是Audrey自己是很喜欢读诗的对吗 是 有没有你特别希望 或是特别想跟我们分享的诗 嗯其实我之前有就是翻译一首那个Lena Coen的歌嘛 在沈春华的节目里面有唱嘛 就是Calm Healing 那一首我觉得还是非常棒的 嗯 我们等一下可能有办法 可能请Audrey也看个镜头 可以啊可以啊 我们就念几个格式的段落 好好好啊 好啊好啊 那有没有什么样的 比方说像是电影 或是什么样的戏剧类型 是你觉得也对你影响很深的 又或是说我们直接用我们这次的主题 所谓的pride 或是proud to be me 这件事情 你会特别想要推荐大家去看的电影 是 我想我特别想要推荐的就是在线上的互动式的体验 像有一个作者叫Nikki Case 那她本身也是post gender 那我翻译过她非常多作品 从一开始的别让图形不开心 那个讲的是就是segregation model 那她最后的那个主要的倡议就是 希望所有玩这个游戏的读者在玩完之后 都能够拒绝去参加只有单一性别担任讲者的研讨会 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diversity action 对那或者是说她有做一个信任的演化 就是两边投硬币 然后再讲就是囚犯两难的这样子一个博弈论的一个事情 那又或者像说就是跟焦虑一起冒险 那她讲的是就是精神健康嘛 就是一个心里面的焦虑 其实是愿意保护你的一只大野狼 那但是这个大野狼你可能要稍微训练她 她才不会乱叫 那所以这也很棒 那她最近的例作是COVID-19的这个互动式模型 叫做What Happens Next 接下来会怎样 那这个也是有就是台湾这边中文的版本 那但是呢有一个我想翻译 但是还没有等到我翻译就有人翻译走的 叫做出柜那件小事 那就是图文不符团队 在就是我注意到以前就把它翻译掉了 不过他们翻译也翻得很好 所以并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那所以她翻译完之后 其实我也看到她比方说像志祺琪琪啊 最近有在她频道上面推荐大家再重新玩一遍 因为毕竟透过ACG比起电影 电影你毕竟还是在四面墙的外面嘛 但是ACG它是可以把你带入那个主角的角色 你就要体验出那个出柜你要考虑的各种事情 有好多个选项没有一个是好的选项的那种感受 所以我是很推荐这种我们叫做互动式的 就是学习有教学意义的这些网站 那Nikki Case 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作家 好 之后可以来去看一下 最后想要请就是Audrey可以给世界上就是 目前可能正为了想要去表达自己的不一样 然后以及就是希望让这个不一样可以扩充整个社会的多元性 而努力的人可以给他们几句祝福 是 当然就同样的就是我大概也是用Lenar Cohen的诗 就是中能敲响就敲响 十全尊主莫指望 万事万物都有缺口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谢谢Audrey 我们的文字房谈到这边 然后我们可以先喝个水 然后稍微休息一下 然后等一下我们会补几个问题 然后一起再走几个中文 好的 谢谢 谢谢